大家好,中国山东舰现在已经进入南海训练了 大家知道之前,中国辽宁舰在南海训练结束以后 进入了钓鱼岛附近,目前在东海布置 辽宁舰离开南海以后 中国停靠在三亚海军基地的山东号航空母舰 战斗群山东舰 现在说是2号已经证实进入南海海域进行相关训练了 28号有卫星照片显示 中国山东舰的编队从三亚海军基地出海 出巴士海峡进入南海 人民日报与解放军的发言人高秀成 当天也证实山东号目前编队在南海相关海域进行例行训练 这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组织例行性训练 完全正当合法 有利于提高维护物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高秀成还说 中国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日后还会再按计划组织类似的演习活动 环球网也表示山东舰是继辽宁舰之后的第二艘航母 完全是自主研制 2017年4月26号山东舰下日服役 上个月26号满四周年 现在在南海 山东舰在南海进行演习 我觉得这个和菲律宾的反应有关系 你看初八十海峡以后 在南海进行演习 离菲律宾很近 而且离黄岩岛非常近 黄岩岛大家知道 菲律宾现在在黄岩岛 那菲律宾的国防部长 叫洛伦扎纳周日 5月2号表示 菲律宾将继续在其200海里 南海专属经济区进行海上演习 菲律宾政府立场不动摇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渔业局 上个月开始了海上演习 加强在该地区的存在 以应对中国船只的威胁性存在 随着北京方面拒绝 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撤离船只 以及马尼拉方面加强海上巡逻 围绕该海域的紧张局势 有所加剧 中国宣称对南海拥有几乎全部主权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渔业水产资源局 将继续在西菲律宾海和卡拉沿群岛 进行海上巡逻 政府立场不会动摇 洛伦扎纳表示 他的言论呼应了都特尔特在这个问题上立场 称都特尔特非常坚定和直接 命令菲律宾军队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 捍卫我们的正当权力 维护海洋和平 那洛伦扎纳说 菲律宾可以与其他国家友好合作 但不能牺牲我们的主权和主权力为代价 那现在菲律宾在南海地区的他这种演习 主要围绕着黄岩岛 你可以看围绕着黄岩岛 刚才他说这卡莱岩群岛啊 其实那个附近呢就是黄岩岛 那如果菲律宾呢通过演习夺取黄岩岛 那中国方面将受很大打击啊 特别黄岩岛针对南海地区这个重要性啊 不用我多说 那辽宁舰已经北上了啊 进入东海 那你看南海地区真空啊 解放军在这个地区呢 需要一艘航空母舰 有人说啊 这个美国啊 辽宁舰山东舰不如美国的航空母舰 但是相对于菲律宾 相对于东南亚一些国家 辽宁舰和山东舰就够用了 我说过啊 航空母舰大了啊 大国特别是核大国之间 是不需要航空母舰的 航空母舰你是吓唬不了大国的 你怎么能吓唬大国 人家就有回舰子弹的 航空母舰是对付什么 对付小国的 是海外投放兵力 特别在南海 你想啊 现在我这个山东舰就在这个哪 就在你菲律宾附近 在你马尼拉附近 你看过巴士海峡到南海了 就在你的哪 菲律宾的附近 如果你对黄岩岛发动攻击 那你想你的马尼拉首都 是不是也被我攻击 如果发动战争的话 我这些战机不断可以 空袭你相关的军事基地 你本土 菲律宾本土的空军基地 甚至可以对你海上这些 围攻黄岩岛的船只进行空袭 中国是喷气式飞机 你知道菲律宾还是卢旋讲的呢 二战时候飞机 从巴西买回来的飞机 所以我说过吧 中国航空母舰 对菲律宾来说就已经够了 中国一艘航空母舰 几乎可以灭掉菲律宾一个国家的空军 所以其实中国的 你看也不直接到黄岩岛附近来 我到你身后去 你就明白了 你想做什么 你千万不要做 你想对黄岩岛进行攻击 你想着你背后有个什么 有个大家伙等着你 中国的山东舰 航空母舰等着你 所以也是给杜特特 给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压力 不要想发动战争 不要什么轻易的 想要夺取黄岩岛 我觉得这是背后的逻辑 那你看现在就声称了什么 中国两艘航空母舰 让整个南海地区 包括东海地区 形成了一个对中国相对有利的一个局势 以前中国是没有航空母舰的 中国顶多就派一艘护卫舰 到那地方巡洋舰 转一圈 它没有空中优势 所以菲律宾都不怕你 菲律宾说我们螺旋桨飞机 是不是 像当前二战时候 我可以投弹打你 我有空军 但是现在有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是空军力量 空中力量 甚至可以对马尼拉进行空袭的 它这个作伴就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就是航空母舰的作用 你从这次可以看中国我觉得是历史性时刻 中国两艘航空母舰维护了南海和东海 一个钓鱼岛一个南海黄岩岛 相关主权 我觉得这是相对来说咱们中国人应该记住的日期 5月2号 中国的这个山东舰在南海维护主权 辽宁舰在东海 在东海维护钓鱼岛主权 未来中国航空母舰还会有第三艘第四艘 现在说有六艘 要造六艘了 那你想六艘航空母舰的时候 中国在海外的这个这个利益啊 不光是在南海了 在其他大洋上 在其他的各个大洋上 中国的利益也会得到维护 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呢 就真正变成全球性的 就真正变成全球性的